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禮歡迎繼續回來我的回歸極限生存啦 這邊的話我彷彿鐵桶可以先放回來了嘛然後就 還有些什麼 應該差不多這樣子吧盾牌呢是多做了一個 增加那個保命的機會 那個 上一集推出之後呢 我沒想到留言數會有到超過2000了吧 非常感謝大家還有在繼續的關注 那什麼 上一次留言我有看到那個你們在跟我建議說要我穿那個 黃金的裝備啊不然會被 朱布林攻擊 可是我覺得與其擔心朱布林 更應該擔心其他的怪吧 那再加上說其實朱布林 怎麼說 你一開始就算穿著那個黃金的裝備對不對 然後他會跟你友好可是如果你一個開了個箱子就像我 去地獄堡壘就想要去做的事情對不對開了箱子或者是什麼 挖了黃金好像他 好像他也是直接會跟你敵對的吧 所以與其如此那乾脆就先不管黃金裝備 直接出發就對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那為什麼走這一邊呢因為我看這邊的狀況 我這隻還留著 他是我上次打下去那一隻 我看這個狀況是右邊這一邊啊 不可能會有什麼資源 這邊看來都只是走道而已嗎 甚至連這邊好像都一樣這邊都是走道而已 那這個好像是所謂的 玄武岩地形嗎 看起來相當的 相當的危險 一個私足就可能會掉入什麼無底深淵或岩漿池裡面 上面那個別給我下來 你就給我待在那邊就好 天啊他走那麼遠就已經會在攻擊我了啊搞什麼鬼 太危險了吧 我們從這邊挖進去好了 多一面強幫我們擋一下看到沒有看到沒有 喔他這個挖的聲音就是 也有些改變耶 聽起來更加的扎實了有沒有 更加扎實聽起來更加舒服了 那所以說我看這邊目前右邊這邊應該都是類似走道啦所以不會有什麼你可以走進去然後拿那個箱子的地方啊 右邊這邊大概沒有可能只剩下左邊這邊了 這邊這邊看起來好像也不太像是 總之這一隻要 一定要先解決了吧 這邊看起來好像也沒有耶 那個也不是 所以我們剩下來的機會好像 等一下這個地獄堡壘是不是有點小啊 我們要先 因為食物有限了我們要盡可能避開所有不應該去走的路線 那現在他好像是在這一整個地獄堡壘 等一下這邊 地獄堡壘裡面是不是 更加 Oh my god 真的是 他射箭的速度好像有變快是不是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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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去解決掉他了 他直接宣示他是這裡的老大那個白色的骷髏頭 根本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傢伙這樣子他直接宣示了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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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跑別跑 這個趕緊先挖掉好了 是的挖掉挖掉了 稍微安全一點他們沒掉地 那個嗎烈焰桿嗎 哇塞這麼摳的嗎 這裡的怪都這麼摳的嗎 漂亮 喂你剛剛射錯怪了你剛剛射錯怪了你招貨什麼 來來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耶 Oh my god 別鬧了 死 蛤 蛤 怎麼都從他的觸鬚下面過去了喔我的天喔我的天喔我的天 別鬧了別鬧了別鬧了 來來來就就這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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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爵一死 別跑得那麼快啊 你不要突然又轉彎啊 哈哈中了中了中了 那東西應該是直接掉進岩漿里了 才注意到我快死了 這邊看起來是這一個地獄堡壘的最後機會了這一條 欸有看到這個稍微有一點點希望了果然沒有錯 往這邊走就對了 好死路 喔終於有一條下去的路了是的就是這裡啦這裡應該有可能會有我們要的箱子沒有錯超級窮的箱子 兩個鞍 一個漏壽金劍一個漏壽鐵錠 還可以往下走 不要緊張 那地獄疙瘩 看一下 呃 這就是我 這就是我費盡了千辛萬苦過來最後最後得到的東西嗎 就是 這樣子 什麼 就 一個超級貧窮的箱子就對了這一個地獄堡壘裡面 只有這一個箱子而已而且沒有地獄疙瘩 沒有 應該真的沒有錯了啊 其他地方好像真的沒什麼資源了現在把它解決我們就來看一下這附近的狀況好了 打他應該還是要用劍喔 斧頭的話可能來不及來不及恢復他就直接撞上來 對嗎 那邊看起來不是那邊是往上走的 哇塞他們怎麼從 可以從各種莫名其妙的地方冒出來啊 剛才我沒有被他打到還真是萬幸呢 還有誰 還有誰 沒了吧 看 我甚至連鐵金錠都不用消耗 他們就已經成了我的朋友 講錯話講錯話了 對啦前面那邊不會有東西要看起來 這邊都不會有東西啊 所以我們按照原路先返回好了 這邊先吃一下我只剩下7個 這個就是我的續航力了 我的食物就是我的續航力 以前要找這個凋零骷髏頭其實找的還蠻辛苦的 結果現在超會升的捏 是新版本有 讓他們出現更高的機率嗎 應該是吧 我的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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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後夾擊了 我現在 我現在好像回頭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了 哈哈哈哈 哈哈 這個 太危險了吧 升太多了啦後面有還有兩隻的感覺 只能在這邊解決了 後面的來了 我聽到了 別鬧了別鬧了別鬧了 過來給我少一點 下去 下去 天啊 太多怪了太多怪了太多怪了 但這一邊我完全沒有任何可以 保證我自己平安的方法 我這邊這邊先像這樣子 好險好險 休想上來 這邊都讓自己擋一下 休想上來休想上來 我們從上面這邊回去好了 哈哈哈哈 啊 這個時候還是人類厲害啊是不是 人類的智慧啊 對喔這邊 試著過去看一下好了 別跟我說他 他有辦法爬那個鵝卵石上來 好看起來沒東西 最好是啦為什麼我剛剛這樣會被碰到 這邊看起來 對死路 那我們再往這邊走好了這邊是最後一條了 真正的 這一個地獄堡壘 最後的希望了就在這裡了 我們還是得再吃一下 但是很顯然的死路一條 好 是的這一個地獄堡壘 他真的 只有一個箱子 裡面只有兩個鵝 一個金劍 一個鐵令 我有點不甘心 我覺得我應該要去找 找一下另外一個 這個都還是 電過來好了 找一下另外一個地獄堡壘 這些地方應該就比較難找了 我們可能要 從這邊先回去吧 再翻過這一座小山 死吧你 對勒 連個烈焰桿 怎麼都沒有 怎麼都沒有掉烈焰桿啊 哇塞 不行啊 這裡 他們一定自己成一個國家了有沒有 超級摳的那種 每個人都超摳的 不但他只有一個箱子而已 怪都 不掉東西啦 哇我的天啊 很好好啦我們還是稍微走一下好了我先 看看在我的食物耗盡之前 有沒有可能有辦法找到另外一個地獄堡壘 哎 這裡先插一個這個好了 這樣比較安全啦 這邊就這樣斜就可以了 呃 像這樣 完成 就是知道 我要往這個方向就可以回去了 天啊 啊這裡又是幹嘛 這裡又是幹嘛 哈哈哈 其實也蠻好的 我一過來就開始都是 新地形就對了 我是不是應該從這邊 直接挖進去啊直接挖到對面去啊 我的食物好吧還還夠撐 夠我撐回程這樣 啊往上爬還是可以 往上爬的話再爬一下好了等一下 這一邊啊這邊也先插一個告示牌好了 哎我看到了 這邊真的還有一個地獄堡壘但是 你沒在跟我開玩笑吧又是你們在那麼遠的地方就已經看到我開始攻擊了 而且 不對啊這附近 就像細細的一條撐支撐著而已 這邊都是用這個啊 我們就先挖了好了 所以呢先了解一下這個 整體的戰鬥難度對不對 對我們未來規劃也會比較有幫助啊 沒有想到 有難到這種程度可是我連個 我連個釀藥都還不行耶 可能就只能先讓自己的裝備附魔之後再過來了吧然後看 首先要加強一下我們的 食物也要加強食物代表續航力 食物要加強 要弄農田 我們還要蓋房子 我們要先在自己的主世界好好的生活下去才行 不對我什麼時候有拿到弓了啊 哎呦弓的話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把那幾個打掉好了看看好了 再怎麼說 要是真的來了 地獄一趟然後沒拿到什麼 好東西的話就這樣回去實在是說不過去啊 既然這邊有東西我們 這邊還有一個好 說是我們可以直接從這邊上去耶 來啊來啊 不是你另外的 沒有關係我們挖上去 直接跟他拼了 不過我的續航力已經快要不行了我只剩下兩個牛排而已喔 真的確實做不了什麼太多的事情了打得到嗎 可惡打不到 哈哈 居然打不到 沒搞錯吧 我再從這邊挖一下 他還飛高了 喔還有擋住了一發 有了有了有了在他被燒掉 他會被燒掉嗎這我不知道 前面眼前現在全都是火而且 怪呢開始都來了 我們至少終於拿到了一根烈焰桿 可是 要釀藥的話我們還會需要地獄哥的啊 啊真是夠了他居然還要卡在這邊 往前走 這個不先解決不行 這個飛雷先解決不行 不可了對 這些都先解決掉這個不解決掉不行 哈哈太誇張了 居然就在這邊鬧 他們真的很鬧 可惡 還有另外而且他怎麼 飛走了 只好用射的 他會被掉他的烈焰桿下來 沒有 好摳啊 太摳了 我只剩下最後一個牛排了 我的續航力就要到這裡為止了 快了 但是我得先往前面看看有沒有機會找到可以 下去的道路了 天啊左右互法啊我的天 左右互法啊 哈哈 他們阻止我前進 他們阻止我探索我沒失誤了 哈哈哈哈 我在想 我也想他到底是要來幹嘛 這邊這一隻先解決掉好了右邊的先解決啊 真的是 前後夾擊已經沒劍了該死 他們有根烈焰桿 他居然被 他被殭屍豬人保護著 這到底是 豬布林豬人 殭屍豬布林還是啥 死吧 可惡啊 他有後面那一隻啊 啊天啊不行了真的不行了 我看到前面還有一堆凋靈骷髏 對這是我最後一個牛排了 只能走了 哈哈哈哈 有啦烈焰桿有拿到了 可是目前沒有用啊 天啊這麼多隻是怎樣啊 哇耐久度我的鐵劍突然之間耐久度已經差不多只能下一半了 我的盾牌 幸好有做一個全新盾牌 不過我這一次的盾牌還沒有完全壞掉了 還行而且如果我有種子的話其實我有一些骨塊 我馬上就可以在地上呢 種一大堆我的天這個也是要先解決了吧 我把他打下去也可以 走人了 別過來 別來 別來 這真的不讓我回家耶 就這麼想把我留在這邊啊 那你們也給我一點食物 行不行 根本就不行嘛對不對 走人了 哈哈哈哈 哇果然來了一隻了 我就在拆可能會來一隻所以這個一定都要封起來的好不好 這個一定要像這樣封起來 好了 應該就是這個地方了我上次最後呢 就是把這裡給封了起來哎太好了外面是天亮的狀態 啊 終於啊 我們 呼吸到了 新鮮的空氣了 有羊 那也只能夠先宅一些羊了然後 一些 不是很 需要東西先丟了吧 其實我馬上應該開始種田了 所以當初如果有 還有這麼多的肉的話 那 第二個地獄堡壘應該有辦法探到 拿到地獄格達 好吧那這一次地獄的收穫呢 只有這樣子 這四個東西而已 那我們下一次的話呢 帶滿了所有的食物 再去闖蕩一當 好像超級危險的 不過呢 我們還是活著回來了有沒有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我的回歸極限生存感謝大家的收看喔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拜拜